澳門明天開始 一連三日舉行格蘭P字大賽車 體育局說已受出超過七成門票 不過澳門旅遊業議會說 酒店預訂率只有三至四成 房價亦是力氣最低 駐澳門記者黃慧之去了解國 賽車即將舉行 賽道、車手都做好最後準備 賽事由往年的六場減至五場 英國和新加坡各有一位車手參賽 其他全部來自港澳台和內地 澳門體育局說門票已經賣出七至八成 預計可以達標賣出超過九成 因為我們今年也有很多 國內知名的車手 他們來到 我相信他們一樣會有他們的粉絲 在大家水平相約的情況下 很漂亮的車種 我想這個競爭的激烈程度 不會比往年差的 我們對那個觀賞性是很有信心的 澳門旅遊業議會就指出 以往最多香港人來看賽車 但受出入境限制 今年的觀眾主要是本地人和內地旅客 現時酒店的預訂率只有三至四成 房價亦較以往至少跌一半 在一個西岸區的酒店來說 那個價錢可能是去到三四百元左右 很多時候五星金的酒店 其實那個價錢都大概是在七百零八百元左右 房價來說我相信今年的對力價來說 應該是最低的 我相信大家的期望都只是會放在明年的春節或元旦 他說最重要是在疫情下 澳門仍然能夠舉辦大型的國際措施 證明澳門是一個安全的旅遊城市 胡錦光有預料 今年全年的入境旅客數字 最多只有一千萬人次 比去年下跌七至八成 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黃慧之報道 好